白豬在台湾的猪肉市场大约是九成 不过近期因为饲料涨价 连来拉高了毛猪的整体均价 而反观大多是以厨鱼为主的本土黑猪 价格比较不会受到饲料成本的影响 所以业者是呼吁政府 让黑猪作为粮食安全的缓冲 来分散风险 煎熟的黑猪肉片起锅铺在白饭上 加点芝麻跟小黄瓜 一碗焦香四溢的烧肉饭就完成了 台湾黑猪因产量少 且育成时间是白猪两倍 近期均价落在每公斤八十五到九十元 过去均价也往往比白猪高一些 但最近却少见的被白猪超车了 只要是我们进口的原料成本增加的话 那就要白云在售价上面 摊商熟练的切着猪肉 白猪占猪肉市场约九成 但近期因应国际黄豆小麦等饲料原料成本提高而涨价 连带拉高整体均价 上周毛猪每公斤在百元上下 本周一起逐日下降 四三号来到八十八点九五元 但跌幅有限 而本土黑猪多以厨鱼为时 价格较不受影响 黑猪肉的肉质跟那个还是不一样啊 很多客人来这边吃料理 他就是看到我们是黑猪肉 然后他这样很有兴趣的 就赶快进来尝试看看 黑猪肉因肉质细嫩且脆 近几年培养出不少忠实顾客 业者表示过去民众较有疑虑的厨鱼养猪 配合农委会争竹厂政策加强防疫后 黑猪反而应能消化厨鱼成为循环经济的一环 在饲料成本垫高的情况下 若政府能推广重视 也能成为粮食安全缓冲分散风险 记者陈焕许正俊屏东报道